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的崛起。 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我们与中国加深关系,也不意味着我们和盟国的双边关系就削弱了。 相反,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可以成为国际社会的力量之源。 主导美国重返亚太策略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多次否认美国重返亚太是针对中国的。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麦凯恩2012年5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也表示, 美国在亚太的所有这些利益并非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中国继续和平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不接受美国想围堵中国的看法, 也不同意美国寻求在亚洲展开一场新的冷战,迫使亚太国家在美国与中国之间二选一的说法。 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仍然对美国的真正意图怀有深深的疑虑。 就在克林顿国务卿9月访华之前,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文称, 美国在亚太的所谓巧实力布局,乃是挑起亚太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想坐收愚人之力,达到牢牢掌控亚太霸权的目的。 官方的评论还指责,有克林顿主导的重返亚太策略是引发最近南海和东海局势紧张的主因之一。 中国的一些评论员发出了非常激烈的言辞,因为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关于他们的, 所有的聚光灯都照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安排的。 包道格认为,美国亚太政策的调整并不是加强美国在亚太的投入, 而是减少在其他地区的部署,使美国的军力调配实现更好的平衡。 像亚洲的再平衡策略,只不过是说,随着美国撤出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 并且经历一个国防预算遭到削减的过程,我们在亚洲的投入会有一个下限, 因为我们贸易的55%在亚洲,这里占全球贸易和资本的一半, 而且在今后这里是赚钱的地方,我们已经在那里,我们将继续待在那里。 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承认,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策略, 的确与中国有关。 这个政策里有经济、外交和军事的组成部分,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中国有关, 但是中国并不是这个政策的唯一组成部分。 我们在平衡策略的核心是我们将给予东南亚更多的关注, 我们总是会重视中国,总是会关注东北亚的安全问题, 但是在我们卷入中东地区的战争期间, 我们没有给予东南亚应有的重视。 美国亚太政策调整并不意味着遏制中国, 它是一盘战略旗, 意在让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 布鲁金斯学会的李坎如甚至认为, 奥巴马总统的对华策略不仅不是遏制, 而且是邀请与鼓励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 他就认识下定决心要避免新总统第一年任内在对华关系上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希望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好的开端, 所以他上任之后立即开始把中国当作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来看待。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也表示, 奥巴马政府亚太策略的最初构想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当时奥巴马总统强调, 他希望与中国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关系, 他希望与中国在重大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就像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对抗核扩散以及对付气候变化。 所以对亚洲日益增加的关注和重视, 实际上是与奥巴马总统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牢固关系的同时发生的。 不过,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 由于奥巴马政府没有从中国那里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合作, 这个政策也逐步演变成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的。 这部分是因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结能力的日益加强感到担忧。 在外交上, 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要求美国更多的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 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 以及对抗他们示威的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里根总统的助理国防部长, 小布什总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奥巴马政府有关这个策略调整不是关于中国的说法, 给自己造成了伤害。 这当然都是关于中国的, 当你去亚洲的时候, 从上到下, 所有人谈论的都是这个。 在21世纪的头半个世纪, 中国的重新崛起, 将是美国以及我们亚洲朋友所命令的最重要的事情, 这就像我脸上的鼻子那样一目了然。 不过, 这位前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认为中国的重新崛起最有可能是和平的, 而且对地区板块造成最小的干扰。 如果这个重新崛起发生在一个拥有强大民主机制的地区, 他说, 这就是美国最近为什么着力强调发展与印尼和印度的关系, 这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而是因为这最有可能使中国和平崛起。 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主任洛根则认为, 美国提供的理由与他投入的资源很难让人相信, 其亚太策略不是为了遏制中国。 如果中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如果他们与委内瑞拉和古巴有密切的盟友关系, 然后他们还资助我们所认为的夏威夷的分离分子。 显然, 夏威夷在这里等同于台湾, 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很具敌意的。 即便是中国人表示这是为了禁止哥伦比亚的毒品交易, 或者是打击墨西哥湾的海盗, 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理由可以解释我们的行为。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 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李坎如, 则强烈否认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遏制政策。 我经历过遏制, 我经历过冷战, 我记得遏制是怎么一回事。 遏制意味着在整个冷战时期, 美国与苏联的双边贸易额没有哪一年超过了200亿美元。 我们动员在全球各地的军队阻遏苏联的努力, 我们寻求损害苏联政权以及它在东欧的帝国。 在世界各地还有通过其他方式的战争, 包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发起代理战, 而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 李坎如以具体事例说明, 中美之间的现状, 包括高层、频繁互访以及密集的民间交往, 都证明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遏制的关系。 如果这是遏制, 那么遏制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 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程彬则认为, 中国根本不需要担心美国的策略转变是否是为了围堵中国。 事实是, 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 中国与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有经贸联系, 中国与很多美国的盟友存在强大的经贸关系, 而且包括美国本身。 所以说, 即使美国想遏制中国, 美国也无法遏制中国。 不管美国是否有意围堵中国, 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个策略的出台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信任, 而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 美国在实施这个策略的过程中, 将如何协调其亚太政策的调整与对华关系, 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 国防预算的削减, 以及即将来临的大选, 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呢? 请继续关注VOA卫视美中话题组的特别报道。